這四個公投案基本上現在是不同意大於同意的 這代表是說他綁在一起講有他的宣傳的效果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他綁在一起講之後 變成是讓一般的中間選民會認為說 這已經變成是政黨的議題 他不是一般的民生議題 他不是討論經濟的能源層面 他不是討論這個環境的 我就懶得理你了啊 對,他就變成 你現在懶得對撞了 中間選民就覺得是說那我乾脆不要投 因為我聽不懂你們在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是你們兩個政黨裡面互相的一個對決 也因此中間選民他就沒有出來 所以目前看起來現在的投票率 以及現在的四個表態的狀況 我認為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這是不是反映真實的民意 我必須要說 如果說到時候沒有超過25%的一個投票的話 我不認為這反映2300人真實的民意 只能說今天被投...出來投票的人 你都公投了還說不反映 真實的民意 沒有啦,藝術行為大家能力進不出男生是不是 那我是不過去 正好,我講的是說 如果說今天的投票率稍微再更高 還不是真實民意 正好,你沒有聽見我講的話 我說如果說今天投票率更高的話 當然會更加的明顯 那因為今天... 不投票也是一種表態 不投票是一種表態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的中間選民 確實在今天是沒有出來投票嘛 所以說照理講 這樣的一個投票結果 確實會有一個狀況發生 什麼狀況發生,我最後再補充 其實正好剛剛吐槽我 但是正好,我必須echo你啦 我認為民進黨如果說這一次到最後 是四個不同意通過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是短、多、長、空 為什麼? 很簡單的道理 就如同萊豬這個議題 這一次的民進黨他們特別講什麼 就是把反萊豬... 明明是反萊豬 但他硬要變成是反美豬 而且直到宣傳到最後一刻 大家看蔡英文總統的臉書上面 都還寫反美豬 那他們反美豬最主要的一個論述